你們這些人太沒良心了 XX 台灣就是被你們這XX搞壞了 還在那裡講這個五四三 終於天往吳宗憲開直播爆氣怒罵 全是因為日前在鏡頭前 評論因為新冠肺炎 引發的口罩之亂 你怎麼傻到 你要花兩億元 好像你有兩億元 那不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拿來開口罩廠 另外台灣那幾個口罩廠 不是要關掉嗎 它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而是你怎麼調配運用 就是這段發言 憲哥認為政府不應該光砸錢 而是得好好調配控管 才不會亂上加亂 但卻慘遭網友攻擊 你口罩就說口罩的事 這裡是台灣 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老百姓不能有意見 我就是搞工廠的 對工廠的製程什麼都很熟練 我是說政府不應該拿錢出來 開口罩工廠 你要你把這個錢交給 原來在開口罩工廠 你給他一億就好了 我跟你講做出來一定比你更厲害 憲哥忍不住怒氣 但也不滿網路上酸民 惡意攻擊 拿著手機在鏡頭前大吐苦水 在我的FB上面 都差不多同一票嘛 是不是假賬號 上面寫了一堆 上面寫了一堆 你不喜歡台灣 你真的可以滾了 你有比我喜歡台灣嗎 口罩之亂延燒至今 小老百姓每天排隊搶買 吳宗憲善意提醒 卻無端受牽連 讓他再度上火線 親自回應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 謝謝